《環保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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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check 我想跟大家說為何會參加這個《環保大作戰》 就是因為我很想利用這個機會 去作一些關於環保的歌 然後令到大家都可以 聽完我的歌之後感染到 然後大家都可以一起來環保 因為其實環保 不僅僅會幫到你自己 或者你身邊親愛的人 因為我們下一代都會影響得到 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自己生了兒子或者女兒之後 然後周圍的環境很差 令到他們的器官有問題 生活都不開心 你自己都不會好過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環保 還有大家記住投入一票 這個真的是最重要 因為你投入一票之後 我就可以寫很多歌 然後就可以 令到更多人聽到 更加留意這件事 好,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Peace 好,大家好,我是RX王浩邦 我是這次Heroes 2的參賽者之一 我很高興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而且入到決賽 大家應該會支持我吧 我就是玩Beatbox 我這個Beatbox很切合今次主題 我夠了環保 又不用用樂器 又不用勞 勞文雙才 搬一些器材 就是靠把口 就可以表演給大家看 絕對 設合這個環保的主題 希望大家支持我 RX王浩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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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Hello,大家好,我叫Yut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我是... 不知多少號 我叫Draw Sun Lam 接下來10月3號 就會在西角龍中心跟大家唱歌 那怎樣可以繼續一起支持環保呢 就是現在快來冬天 快來春秋 已經過了中秋節 希望大家可以開少一些冷氣機 還有可以... 節約能月 或者是... 賣少一些東西 這樣都可以 做到一些環保 應該可以幫助到環保 還有呢 怎樣做呢 就是... 多一些外出 做多一些義工 幫忙植樹 不要常常在家裡 打遊戲 還有上網 多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Johnny 是Heroes 2 Superstar Contest 其中一位決賽的參賽者 那... 我呢 其實在紐西蘭 很多人呢 十歲的時候過了去住了 那...我想是因為那裡大 所以其實... 小時候已經開始接觸了很多環保的訊息 因為我們市政府呢 其實我去到的時候 已經... 分了每一個家旗 是一個垃圾桶 來給我們分類 然後他們是會專人 有人來收 去把垃圾回收的 這樣... 回來了香港 我七年前到回來 但是呢 回到來住的那些屋苑 是完全沒有這件事的 那我就覺得有些奇怪了 那... 但是現在香港呢 已經開始多些人 關注環保這些事情 那... 那... 我現在住的屋苑呢 都已經有這些 回收的垃圾桶了 那... 希望大家可以再繼續支持環保 那... 希望大家支持我 網上投票之餘呢 亦都可以去現場那裡 跟我加油的 多謝各位 嗨 你好 我是Alan 中文名叫林俊榮 然後我很慶幸今次參加到這個賽事 因為這個是一個環保賽事 而且我很開心 而可以令大家關注到現在環保的重要性 因為... 地球的暖化是日漸逆趨的 所以我們呢 是應該很專注環保 跟著... 我的slogan就是 盡量用少些... hair product 因為我是一個model 所以我盡量會用些環保的有機產品 多謝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rnie 很開心可以入到Heroes 2 環保新星大作戰的總決賽 那... 來緊呢 我們10月3日就會在西九龍中心有一個 準決賽的了 那你們一定要記得支持我 我是Bernie 還有記得啊 除了支持我之外 還要支持環保 一齊愛護我們的地球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y 今次很開心可以參加到這個比賽 在這個比賽裡面呢 學到很多環保的知識 另外... 在這個環保的比賽進行之中呢 令到我... 很感受到環保 和大自然之間 和我的緊密的關係 即是來緊呢 就算我做不做新星 都會繼續支持環保的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之後可以帶更多的短片和送食給大家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Hailey 大家記住要支持我 決賽就在10月3日 我會處理業務做到最好的 講到怎樣 注重環保 其實昨天的真人Show 其實都可以有很多 因為... 尤其印象最深刻 就是一個老伯 會收集一些廢物的旅館 給一些老人家去... 去recycle 其實我在想... 人家老人家都這麼有心有力 去... 去將一些東西循環再做 但是我們... 一群年青人這麼精力充沛 為什麼一些東西都沒有做呢 其實呢 就希望... 就太過了比賽 如果真的可以成功... 贏了比賽之後 會可以... 利用自己Heroes 2大使的身份 可以去影響其他人 那作為一個年青人呢 都真的要... 比很多人要做得更多更加好的 謝謝你們 支持我 大家好 我叫Monnie 很開心可以入到Heroes 2的決賽 很希望呢 大家可以支持我 投我的票 其實呢 環保是... 有很多種方法 大家看電視啊 或者在報章雜誌都學到很多種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最重要呢 都是由自己呢 生活很微細的地方開始做起 譬如將一些垃圾分類啊 或者可能呢 用多些紙啊 兩邊用啊 甚至可能 用少些膠袋 其實已經對地球呢 做好很多啊 已經很大的作用了 所以我覺得呢 環保呢 最重要 當然有很多種方法啦 但是我來說呢 最重要呢 在自己身邊 由小做起 好希望呢 好希望呢 可以在決賽中 認識多些朋友啦 包括你啦 那也都想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多謝啦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那其實呢 今次呢 很開心呢 能夠進入到環保新星 這個比賽的 最後十二強啦 那其實呢 我自己覺得呢 環保呢 真的要由生活做起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呢 都是很喜歡接觸環保的事物 或者事務的 那其實自己大學的時候 都是獨於一些有關的科目 那所以希望呢 就將自己學到的東西 可以用回出來 那還有呢 就多些去 就是跟身邊的朋友宣傳啦 因為我覺得呢 環保意識 這一件事呢 除了要自己身體力行之外呢 還應該呢 是推廣到給身邊的朋友啦 還有一些公眾的人士的 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啦 十月三日呢 我們就會在西角龍中心裡 有一個比賽的 希望到時候你們都會支持我 或者其他的參賽朋友 多謝 你好 我叫Judy 姚傑琪 因為今次的比賽呢 不單止 一來到 只是去比賽比賽啦 那其實我真的很感謝大會 因為他安排了很多活動呢 去培訓我們 關於環保的知識啦 譬如有一天呢 去了一個 日記錄 那在日記錄裡面呢 其實我們 除了一大幫人 可以互相認識之外 那還有呢 其實我們 學到很多 直樹的一些知識啦 還有為什麼我們 真的要支持環保 那除了之外呢 還有呢 我們會 接下來參加不同的 workshop啦 那譬如 演講的技巧啊 和化妝的技巧等等等等 那都更加呢 可以增強到我們的 自信心啦 和我們可以 present的技巧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活動呢 所以我說 叫它活動 不是比賽 因為呢 它繼續幫我們 增強我們 個人的知識啦 是啊 多謝你